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首先第一行就是我们的菜单栏 这里的菜单这个工具是比较少的 比如说这个保存 这是撤销 然后这是重做 还有这里是我们的换灯片播放 快一键是F5 那么它跟我们状态栏这里的换灯片放映是一个工具 再往后是一个下三角符号 在这里我们可以自定义我们的菜单栏 比如说添加一个新建工具 大家看这里就新建了 那取消的话也是一样 再次点击我们的工具 这个前面对号就没有了 大家看前面对号就没有了 这里就不再显示了 也就是说我们可以自定义的 再往后呢 新建这个文档名 还有我们的这个后缀 这里显示的就是我们当前文档的文件名 还有它的类型 PPTX 这是我们PowerPoint默认的文件格式 PPTX 再往后呢 是一个功能显示选项 在这里呢有这个自动隐藏功能区 所谓的功能区呢 就是我们菜单栏 包括我们的工具栏 那你自动隐藏之后呢 只剩我们的这个视图区 还有我们的编辑区了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显示选项卡 我们点击看一下 大家看这里就是我们的选项卡 它跟我们的工具组成了工具栏 跟我们的这个下面这个命令组成了工具栏 那你隐藏之后呢 只剩这个选项卡了 那你想回来的时候 你可以选择最后这一项 显示选项卡和命令 所谓的命令就是我们的工具啊 因为我们的工具是比较多的 所以呢软件呢 就把工具分成了几大类 就形成了我们的选项卡 大家看每个选项卡里面都有很多工具 然后呢每个工具呢 都是不一样的 那最前面这个文件呢 是比较特殊的一个选项卡 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点击文件 大家看啊 这里呢 相当于一个菜单栏了 相当于一个菜单栏了 首先信息显示了我们当前文档的各种信息 比如说这里的属性27 作者等等 那新件呢 就可以从这里呢 选择一些模板啊 选择一些模板 当然这里啊 是可以联网的啊 可以联网的 有很多啊 一般呢 是选择了一个空白默认啊 看大家选择也是一个习惯吧 也是一个习惯 相当于一个主题模式吧 有很多模板啊 是现成的啊 这些主题模式都是现成的啊 方便我们进行进一步的编辑 好打开 那么这里呢 最近显示的就是我们最近打开的一些文档啊 最近打开的一些文档 然后呃 就是一个历史记录吧啊 方便我们下一次呢 直接打开 那这里的这个云啊 就是我们呃 这个云端储存的一些啊 这个文件啊 这个你登录之后呢 呃 会有一些提示让你组织账号啊 大家看有这个登录啊 组织账号 然后呢啊 问你是否要保存啊 到这个云端 当然这个是收费的啊 看大家自由选择 呃 这台电脑呢 就是指到我们啊 本机啊 本机 然后呢 在这里呢 我们可以切换我们的文档啊 也可以呢 直接点击我们的文件夹啊 去打开我们的路径啊 都是一样的 添加位置呢 也是给我们的云端啊 是相关联的啊 这个位置呢 他可以自动的啊 自动的去备份你的文档啊 只要你放到这个位置之后呢 他直接就啊 放到他的云端了 那浏览呢 就是大众化的打开了啊 浏览就是大众化的打开 我们直接可以选择路径啊 选择路径去进行选择我们的文档 好 保存 点击一下 他直接回复到啊 我们原来的样子了啊 就是一个保存按钮 就跟这里的保存是一样的啊 好啊 我们再往下看 另存为啊 另存为 跟我们这个打开 貌似差不多啊 但是你当你选择这个文件的时候啊 在这里呢 我们可以选择我们保存的类型啊 这里有很多类型 当然默认的最多的也是PPTX啊 当然你可以保存为这个旧版本的啊 大家看这个D版本的 这个版本呢 就是PPT啊 没有这X啊 PPT是一个旧版本的格式啊 也是比较常用的啊 比较常用的 好 这里呢 我就不再另存为了啊 这里的路径呢 大家可以自由选择啊 自由选择 好 呃 这里的添加位置呢 也是一样啊 也是一样啊 就不再多说了 好 这里是打印啊 后面呢 我会详细的介绍啊 然后呢 共享 这里呢 也是跟这个云端啊 跟这个云端或者联网呢 功能是比较类似的啊 保存到云之后呢 它的权限会被降低 也就是说 别人也可以看到你的文件啊 别人也可以看到你的文件 好 我们再来看导出 那这个导出的 跟我们这个另存为啊 比较类似 但是呢 又不一样 大家一看它的格式就能看出来啊 它导出的这些格式啊 PDF XPS 啊 这个XPS呢 呃 跟我们这个PDF比较类似啊 是Office旗下的一个呃 特殊的格式 然后呢 创建视频啊 我们可以导出成一个视频啊 就将你演示的啊 这个PVT这个幻灯片的过程啊 录制下来啊 生成一个视频 然后呢 还有这个讲义 还有这个更改文件类型 那更改文件类型就跟我们另存为比较类似了啊 比较类似了 也是有PVT啊 还有这个POTX啊 这是比较常用的一些格式吧啊 那点击关闭呢 整个文档就被关闭了 就不用多说了啊 那这个账户呢 也是跟我们这个云档啊 这个呃 云端呢 是呃 有关联的啊 然后选项呢 是我们这个PVT一些常规的一些啊选项啊 我们在这里可以设置很多啊 大家看有这个常规 校对保存啊 这种详细的设置吧 一般呢 我们都是使用默认的啊 对在这里呢 我们啊 不做这个更改啊 好 这就是我们的这个工具栏啊 那下面的这些命令呢 我们在后面呢 也会详细的经介绍 我们往下看 这里呢 是我们的视图区啊 视图区 就是显示我们已经编辑的 或者编辑好的啊 编辑中的啊 一些这个幻灯片 这里呢 是我们这个编辑区了啊 就是我们主要的工作区啊 主要的工作区啊 他创建之后呢 在这个视图区呢 就有显示啊 比如说我们右键 我们可以点击新键幻灯片啊 右键新键幻灯片啊 就是单个的幻灯片吧 大家看他的格式呢 是不一样的啊 或者说他的版式是不一样的啊 比如说我们新键的时候 他默认的啊 就是默认版式 那假如说你想更改版式的话 右键啊 这里有一个啊 版式啊 这里可能看不到啊 大家看这里有版式啊 这里有很多这个标题内容 这标题等等啊 两栏内容 他这个各种标题都是不一样的啊 各种标题都是不一样的 那想删除的话也是一样啊 我们直接可以右键啊 删除或者呢 直接选弄它之后呢 直接按键盘上的delete键啊 delete键进行删除 啊 这里呢 只是做一个演示啊 大家不必着急啊 我们后面呢 对其这个视图区的编辑呢 也会详细的介绍啊 这里只是让大家认识一下啊 认识一下 好 呃 我们的编辑区呢 这里有一个 备注啊 备注 那这个备注是什么意思呢 呃 备注就是方便你演示这个PVT的时候 提示你的进度 你可以自己备份一些这个文字啦 或者是怎么着啊 辅助这个演讲者啊 去啊 去进行编辑的 那我们这个PVT的还有一个标注功能啊 在这里啊 批注啊 这里一个批注功能 那批注所谓的批注就是我们呃 像阅读文章的时候画一个记号 对不对 呃 这里我想修改一下 或者说这个词用的比较好 或者说这个句子啊 比较好 我想记录一下啊 这就是批注功能啊 相当于一个辅助的标记啊 辅助标记跟这个备注功能要区分一下啊 区分一下 呃 这里呢 也简单的说明了一下啊 这个批注啊 就是修改和审阅做一个标记啊 备注呢 就是针对的演讲者啊 针对的演讲者啊 针对的是整体 整体这个幻灯片 呃 形成了一个备注 好 我们继续往下看 那下方的就是我们的状态栏了啊 那么前面呢 显示的我们当前的位置啊 幻灯片第一张啊 共多少张 呃 这里有一个检查拼写 就跟我们word里面啊 检查你的文字啊 这个语句有没有错误 然后呢 这里是我们的语言啊 一般呢 是只是一个显示啊 这里是无法进行切换的 再往后 备注啊 我们刚才已经讲过了 还有这个批注 它们的区别 备注这里的啊 工具呢 跟我们直接在这里点击是一样的啊 没有任何区别 呃 批注呢啊 直接就弹出一个状 呃 弹出一个界面啊 我们可以点击这里的新键 进行批注 好 再往后呢 就是我们几个试图的啊 这个切换按钮 比如说这个普通试图 就是我们当前的这个试图 那啊 有个同学说 我们这个普通试图 跟你看的怎么不一样啊 大家可以在这个普通试图上双记一下 啊 大家看啊 单记一下啊 单记一下 大家看 这个试图区呢 就发生变化了啊 发生变化了 那我们这个变区呢 就缩小了一些了 那你再次单记呢 它就回来了 好 再往后呢 就是我们的另一个试图了啊 另一个试图 直接呢 把这个试图区给 呃 关闭了 然后呢 整个预览 多张 这个幻灯片啊 那阅读试图呢 是阅读单张啊 阅读单张 这个幻灯片 因为我们现在什么都没有添加 所以呢 这里是空白的啊 好 好 我们按键盘的 ESC 可以恢复到我们的普通试图 也可以呢 点击我们的普通试图啊 回去 呃 这两个按钮呢 都是一样的啊 再往呢 就是我们的幻灯片放映了啊 点击之后呢 我们就直接开始放映了 因为我们这里什么都没有啊 直接显示的一片白 呃 我们恢复到我们的普通试图啊 普通试图 然后呢 这里呢 调节我们现在 这个试图区域 我们这个文档的大小 就是我们现在缩小一些啊 放大一些 啊 这就是这个功能 那最后的最大化啊 呃 也不能说最大化吧 是使用幻灯片 适应当前窗口啊 点击一次呢 他直接这个编辑区呢 呃 直接就恢复到我们 默认的这个 显示大小了啊 跟我们这里的最大化 要区分开来 我们最大化呢 是指我们整个文档的最大化啊 我们 而我们这个 呃 适应工具呢 呃 针对的是我们这个试图啊 当前的这个试图啊 大家看 缩小之后啊 点击一下 直接在这里最大化了 好 这就是我们 这个PPT啊 新建文档之后的一个简单的一个界面的介绍啊 大家呢 先简单的熟悉一下 本节课呢 我们就讲到这里 关于课课题以及笔记呢 大家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管家课堂 在公众号里回复PPT2016 即可免费获得我们的课课题以及课程笔记 感谢大家的支持 我们下期咱们等一下 啦 vide扣课题 下期咱们 确不